有人说 世界上四大国民 其他的三个都没有了 唯独中国还存在 什么原因 二战之前 欧洲有一批学者 用这个做命题 认真研究 最后的结论 说得很好 大概是中国人 重视家庭教育的关系 这个结论非常正确 中国自古以来 教育是家庭负责的 学的教得好 国家有学校 少 那个学是管考试的 考取之后 是为国家培养人才 像现在的党校一样 是培养国籍干部的 一般教育都是你家庭自己负责 家庭负责 叫四叔 四叔是家庭子弟 学校 这一家的家长 小孩的父母 小孩的父母 祖父母 真祖父母 高祖父母 都在啊 谁半学 请老死 这是家里头等的大死 关系到我们这个家族的存亡 家族的兴衰 这个是家庭最大的事情 家庭开会 那去找老师 老师要有对 要有学问 要能一身作则 要会教学 符合这些条件 恭恭敬敬的 请老师到家里来 拜许 开学的这一天 全家这些父老都到了 孩子们也都到了 家长这些父老们 大概 尊祖父 可能都参加 祖父 尊祖父 高祖父 大概年岁太老了 将近一百岁了 身体要不好 他可以不参加 临到这些儿女 要向老师 行三规九口手的大礼 非常隆重 把我家的小孩 付托给老师 请老师好好关教 老师 老师接受家长 这样隆重的 礼遇 他要不认真 教小孩 他对不起人家父母 他要负责人 跟现在学校不一样 家长对老师那种尊重的心 不相同 老师住在这个家庭里头 从前是大家庭 大家庭 上上下下人口 差不多三百多人 差不多三百多人 普通家庭 人定兴旺的 有六七百人 随小孩都活 不教 小孩没有学 对家庭就会败败 家庭要兴旺 小孩教得好 家里出人才 兴旺 所以你说家长们 前老师是多么的隆重 多么认真 老师认真负责教育